穿的就蠻... 就蠻特別的 會讓他看到不同的 服裝面貌 因為美感這個東西其實從小就要開始 那這個從小是只從生活就開始 他自己穿的 其實都會影響他對美的認知跟重視 所以我覺得 就讓他常常來這裡 我相信他在這裡一定很開心 他的世界也會長得不一樣 他最遠跟你到哪邊過 最遠跟我到哪邊嗎 你是說距離上嗎 還是...距離上最遠應該是 紐西蘭吧 對,但很頻繁的日本、新疆 什麼沙漠 什麼馬來西亞 新加坡郵輪、關島 澳洲也都有去 新疆你去過湖地方嗎 就帶他去哪 我會怕小孩子水土不服嗎 蛤? 你會怕小孩子水土不服嗎 我發現只要父母的準備得當 他的水土還好 蠻強的 小孩生命令還蠻強的 我覺得 反正小孩生命令 特別特別強 台下今年的一些計畫 今年的計畫嗎 嗯... 我覺得我今年 2017年初啊 跟估計的方向還蠻強的 就是往戶外 往自然的這個能量 因為我發現 嗯... 我們現在生活太多數位的東西 太多虛擬的東西 反而這些東西 可以帶給我們人生真正的 自然的 不管是色彩也好 不管是 對於世界的看法也好 我發現人跟人的互動 如果增多的話 或是我們跟戶外的聯繫多的話 就... 會更幸福 很簡單講是這樣 所以我接下來計畫幾乎都跟戶外有關 那... 也... 沒有特別具體的 我的第一步就是 多接觸戶外 所以接下來的... 十天吧 我可能就會帶他 往台灣到處跑 去外面看看 因為我好不容易把 之前的一些工作 告一段路了 我那時候新車拿到了 也沒有辦法帶他去玩台 所以我... 後天有點出發了 尤其上了是去非洲之後 最後我去展望會嘛 然後... 我看到那裡的小孩 其實很... 雖然他真的很匱拔 可是他很獨立 他有一種 因為沒有 所以自己要去爭取的那種力量 這個是我覺得台灣比較少的 因為台灣太豐富了 就太...太...太容...太滿足了 所以我回來之後 對他就比較... 給的藝術就多一點 就什麼該給什麼不該給 我反而更在乎 就是這樣 像這樣那裡有什麼 就是自己自己的運動 然後他們自己有運動 然後他們自己有運動 讓他多一點接觸 不同於媽媽可以給他的 貼心溫柔 而是我告訴你 這世界多大 你跟著我走 一定很有趣 所以他會覺得 哇...就... 就爸爸... 就我覺得他要補不同種能量 如果說媽媽 是讓他在內部可以 滿足溫暖幸福的話 爸爸會讓他更強壯 會讓他更定理 會讓他更有能力接觸世界 你會凶他嗎 對啊 他犯錯的時候 很少啦 一天 可能兩三天才一次 因為他有時候 像最近在教育他的事 他如果一生氣 會把食物或是筷子什麼 往地上丟 這個動作一出來 我馬上就有猴 就像老虎一樣猴 然後他就... 他就會開始 要那個... 讓我說 那你為什麼要丟 因為他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說 那你捡起來的話 所以... 但是如果沒有凶那一下 我之前的經驗是 他就會... 肆無忌憚裝沒事 就是覺得 啊...就是 我跟他講... 要去撿什麼 他都講裝沒事 所以我要很瞬間的 讓他知道 我錯了 所以你不是那種 對女兒擺...